各位早上蒙恩 每个人天天都有要忙、要应付的事、要忍受的病痛、要忍耐的家人、要面对的压力等 这些都是我们要打的树林征战 一天里面似乎有很多我们需要应付的难处 有些人甚至想到连和人谈天都要面对难处 就感到沮丧和愤怒或是不知所措 然而对于基督徒的我们又要如何应对这些避无可避的难处呢? 首先在难处之中我们需要接着安静祷告来寻求神对我们说话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足够了 各位,我们的未来都在神的手中 虽然一天里面总会有无助的时候 但这只是转眼之间的事了 因为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的 一肃虽然有哭泣,早晨便比欢呼 并且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能带能力的 这就是主今日要对我们说的话了 所以我们与其担忧一天的难处 不如在一天的难处里安静祷告 寻求主那天所要给我们的话 主的平安必会随着祷告 弱在我们心中 我们的心怀意念也必在他里面得蒙保守 所以各位,如果今天你感到孤独、被忽视 或处在各种的难处里 都要明白事实是神永远不会离开你 也不会撇弃你 所以与其担心,不如花些时间去探究和思念 神的应许和祂的真实属性 虽然情况也许仍然没有改变 但我们的眼光要转向神 这样我们的心才能担强起来 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是不能应付的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 那神是怎么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应付一天的难处呢? 首先,圣灵祂会提醒我们 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前面说到 神的恩典够我用的 在我的软弱中 神的能力更是显得完全 所以在一天里面 神是以恩典来保守我们的信心 但是我们不要误以为 神保守的恩典 就代表我们不会有难处 不会有黑暗 不会有问题 主乃是在难处中保守我们 怎么保守呢? 神在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十八节说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是的,神要做我们的神 神用祂所有的智慧和力量 以及祂所有的爱 来确保我们是祂的子民 神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 在难处中就没有神的同在 没有祂的作为 和叫我们得益处的地方 另外,神也绝不会 叫我们的难处中 袖手旁观的 祂乃是要改变我们的心 神怎么改变我们的心呢? 神要将祂至高的主权 与此爱赐给我们 叫我们的心能够回转向祂 得着一颗信靠祂 与爱神爱人的心 其实我们常常会如此 感到不安、惧怕、烦躁、难受等 都是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改变 还没有真正转向神 所以,神通过难处 将我们的心改变 就是转向祂的主权和慈爱 这就是神保守我们的恩典了 事实上,在我们还没转向神时 神已经与我们立定了永远的约 神永远是不会离弃我们的 在耶稜美书三十二章四十节说 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 必随着他们施恩 并不离开他们 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 不离开我 各位,这经文强调了一件事 那就是神保证永远与我们同在 今天,我们的心为着很多的事忧愁 但是神要将祂的同在赐下给我们 其实当我们看不见主与我们同在时 我们自然就会离开神的爱 显入忧愁和惧怕里了 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难处 只要我们以信心来领受 必能看见神的同在 也必然会干强壮胆地面对一切难处 所以各位,你今天的难处 是为了让你置身于神的同在里了 这一切都是神保守我们的恩典 也是够用的恩典了 那最后,神在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各位,出于神诸般的慈爱 叫我们不致消灭 今天,我们有失败,但神没有失败 我们的心会软弱,但神坚定的爱不改变 我们的盼望起伏不定 但神的怜悯每天都会在指定的时间带领我们一同度过 所以,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一天的难处会有多少 但是面对这种现实 即使这一天有难处 我们只需要寻求主怎么对我们说话 并确认主够用的恩典,我们的心便会经历神在这些难处中对我们的保守 并他按时地供应了 所以弟兄姐妹,盼望在这简短的分享里 我们能通过默想神的话来祷告 并在一天的难处里得到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